蘇餅 酥餅開口塞入熏肉 再次回爐 小米對家 金黃焦脆 富裕其香 四月 燕子們忙著鑄巢 張愛定的建築工作也開始了 五十六歲的老張 是當地為數不多的工匠 家裏不到五畝地 全在山上 這處塌方休憩好 正趕上春波 太行山 石厚土薄 藏蝶的梯田 是人們應對生存的解決之道 我做什麽 擦個蘿蔔 天不亮 其子張海葉炒好一鍋蔬菜 將要播種的田在山的頂峰 好 走 種地是辛苦活 沉睡了一東的田地 要先離後遜 樓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素 当地人叫骨子 晃动子斗 素种顺势下落 能一次播种三行 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 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 酥脱的壳叫小米 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冲击 野酒才用来调味 煮到小米开花 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 辛香提味 午饭就地解决 猫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 小麦水稻难以存活 素 由苟尾草驯化而来 是一种异常坚韧的骨 气球平安 风调玉碎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 蓄积能量 快起来啊 收拾一下 三二岁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 雨水对古物和人同等重要 几缕春风几场雨 素就长出来了 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 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年糯的品种 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 加入蒸熟的糯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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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入慢熬的冰糖水 填满一整碗 蒸至四个小时以上 年糯拥抱油脂 浓缩一切对美好食物的想象 九月 庄稼成熟 梯田又热闹起来 ved在这边 可能有一天 还可以 朝门 同时 我们朝门 开始 盯一 想發色話的去偷著吃一口 五水香 素在中国北方大约栽培了八千年 一直是重要的口粮 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 如今素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 但凭借耐旱的特性 在黄河流域依然广有种植 素的加工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解法 除了直接食用 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 在赤峰 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 制成小米油酥 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 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 仔细卷起 五花肉卤制后 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 高温下油面分离 饼皮酥松有层次 小米虽以匿迹前行 但香气有存 酥饼开口塞入熏肉 再次回炉 小米对加 金黄焦脆 富裕其香 相比之下 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 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 趁热做成摊黄 小米将来将引大草 护凉黄 小米 尤其是 feat.关 exploi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